欢迎来到陪你读轮音讲要您好 我是唐玉玲 人生有时候会犯罪,有时候会犯过 犯罪是心态有问题,它必须要改正的 犯罪本来就要忏悔,本来就要改正 但是犯过则不一定 有时候犯过是不可原谅的 有时候犯过是可原谅的 有时候犯过是必得犯过 不能不犯过 所以过失这件事情 表面有时候是过失 其实是功德 可见那个知识背景是很重要的 人生要如何远离罪,远离过 真正过失看得懂 它到底是过失还是功德 这个是要很深的眼力 很宽广的知识背景才看得出来 我们来看看李仁篇的第七章 只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之人矣 那个人就是指明的意思,黄坎书也讲明 就是一般人 人的过失,这个人包括是我跟他 那各于其党,这个党也可以是指彭党,也可以是指党类 彭党就是说跟我很亲的,比如说我有血缘关系 朋友关系,是一个宗族的关系等等 那这时候各于其党,这个彭党里面五轮的关系 当然举例来说,大学里面就会举到说 母亲看儿子越看越满意 所以儿子们犯的过失,母亲都不觉得犯了什么样的大过失 这就是什么呢?孔安国说的相助逆非 等于是帮助孩子掩藏过失 那有时候这种偏袒亲友 有时候会以私害功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各于其党,观过之人 就是我观,他会犯这种过失 有些过失是不能原谅的 但有些过失,反而这个过失是他的人心处 这不简单的 举例来说,以前孔子的家乡 有人,他爸爸顺手牵羊 但他的儿子掩盖他爸爸的这个罪过 掩盖他爸爸的这个罪过,看起来不直 但是这里面是孝道 所以孔子说,这才是真正的指导 一般的正直啊 有时候反而在委屈当中表现正直 就像孟子里面讲到 如果顺的爸爸造罪业 顺会怎么办呢? 顺会打到爸爸的监牢里面 救他出去,然后逃掉 连国君的位置他都不要了 这个就是看起来 这个好像是帮助他爸爸 掩盖过失 或是带着逃亡 但其实这个过失 反而彰显顺的孝道 或者是鲁昭公娶同姓的女子 孔子到成国的时候 成国的大夫就问说 召公知理夫 孔子说知理 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是避讳国君的过恶 国君娶同姓女子的过恶 孔子还说知理 这个没有办法 孔子也说 狗有过,人必自知 我很高兴 我有过失 人一定知道 孔子也知道 他说了一句谎话 不得已的 这是避讳国君之恶 这反而是理善必须尊重的 所以这种过失 反而是观过之人 观孔子之过 反而知孔子之人 孔子是维护理的诚意 还有呢 我们一般 在这个人世间 我们在捧党里面 虽然会有这种过失 可是这种过失 你也必须要有一个知识背景 在动机上是纯正的 不是吟识舞弊的 在这个做法上 是委屈婉转的 虽然表面上是隐藏亲人的过失 可是私下要归过劝善的 不是在那里为非作歹 狼狈为奸的 所以他里面很多的做法 也必须去参考孝经或其他的经典 经典绝对不能使读的 那第二个党 叫做党类 就是这一类 这一类的人 各于其这一类 那这一类是什么呢 举例来说 泥水匠的这一类啊 你呢 要他好好的把房屋盖好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求他把文书写好 这是不对的 不能求全人家的 所以观过之人 就是说泥水匠没有把文书做好 这个不是泥水匠的过失 所以观过之人 观过之人就是说 我不要求泥水匠把文书做好的过失 这反而是我的人心 观过之人 那再来呢 文书的人 你叫他去盖房子 你责求他去盖房子 文书是不能把房子盖好的 他会有这个过失的 但是这个过失是可以原谅的 甚至是不是他的能耐的 观过之人 你如果这样的观啊 那表示你是有人心的人 所以我们在人世间呢 我们应该对人家不要苛求 人家说 人非圣贤俗能无过 齐伯玉尚且寡过而未能 孔子尚且是无大过 炎回是不饿过 都会有犯过失 而我们往往不能用人家的过失去责备他 有时候是超乎他的能力的 超乎他的认知背景的 但是雪如然说 这件事情呢 你应该有诚意去办的 结果你没有诚意 你只是马虎了事 这种过失是要追究的 反而你追究他的过失才是你的人 所以有时候有人犯过你原谅他 这是你的人 有人犯过你不原谅他 这也是你的人 所以才会看观过之人 孔子家乡有个长者 伟生母 他是人家到他家去借处 伟生母就跑到另外一家去借处给他 孔子说这伟生母怎么是直的人 伟生母是产区之人 你看孔子观察伟生母之过 知孔子之人 就是孔子知道伟生母 判断伟生母是一个不正知的人 所以观过当中不简单 观过有两种观过 一种是我观他过 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观者是人 或者是第二个呢 这个人有这个过失 是才知道这个人是人还是不人 举例来说刘备 兵败新野城的时候 带着难民这个逃亡被曹操追上 插一点全军覆没 刘备看起来是一个人后有余 智慧不足 往往这个过失里面可以看出刘备的人后有余 所以诸葛亮不因为刘备的这个过失 而离开刘备 反而因为刘备这个过失 看出刘备是一个人后的长者 这就是观过之人 所以观过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人犯这个过失 反而是他的人心 第二个是我观过的人 我这样观 反而是我的人心 所以如何在这一章里面善巧的了解 人不是那么简单的 论语里面 孔子最不轻易许人的就是人 孔子可以许可你钟 可以许可你笑 可以许可你脸 可以许可你直 但是不许你人 因为他里面还有很多的知识背景 就像前面说的 未见好人物不人 那个物不人多难 好人也是一样 好人包括说我喜好 我内心是能够生起人心 我喜好人人君子 我喜好这个人心事业 可是你怎么知道那是人心事业 你怎么知道他是人人君子呢 他要从物不人而来的 所以智人勇的人 他是智慧的观照之后 所产生的任运的心态 那更难了 物不人都办不到了 还谈什么好人 或者是一日用力于忍的都看不到了 还谈什么物不忍 所以那个道啊 叫做人心唯唯 道心唯唯 人心是很危险的 道心是很脆弱的 能够为今为一啊 能够在这里好好的实践 好好的用心 好好的观察 允殖其中 能够最后 能够以忠道的智慧 来摄持这个人心啊 这个是不得了的圣王气象 好以上啊是这一章的大义 如果我们好好的学习的话 学习圣人的这种眼力啊 对我们日用平常来判断 自己是不是人心 办的是不是人事 对方是不是人人 对方是不是跟我一起来合作人事呢 都可以做很多的观察 而且有些人的过失啊 是不可取的 有些人的过失是可以原谅的 有些人的过失啊 反而看出他是人人君子的 你看吧多难 所以人家说啊 经验阅历知识背景啊 如果好好的能够充分的学习啊 你才是人生真正的出路 这一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 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